来自南方都市报博报 据美媒报道 已经停赛了近三个月的NBA联赛 近日开始有了复工进展 NBA已经告知联盟所有球队 如果球队所在城市已经解除居家隔离禁令的话 他们可以在当地时间5月8号开放训练馆 目前已经有开拓者、绝京、骑士等数队计划 在本周恢复开放训练馆 国王、老鹰等队在准备下周开放 据悉联盟在开放场馆的同时也规定 一支球队最多可以让六名助教或者球员培养人员 知道观察球员的训练 同时在场的人数不能超过四人 且球队的主帅不得参加或者观看球员的训练